江湖盛传,美国这届大统领可能会死在任期上 诶,怎么回事?败老头难道要说白白了吗? 目前还不清楚,相信时间会验证的 之所以有这个传言,这来自于美国一个历史的诅咒 我们也知道,美国是一个殖民者后代建立的国家 祖先就是殖民者,侵略扩张,种族灭绝,一个都没少干 特别是在领土扩张的西晋运动过程中 不断的驱赶屠杀原住民 美洲原住民也就是书上所说的印第安人 直接上承认印第安人这个名字就是对美洲原住民的侮辱 这是一个殖民者给他们起的名字 美国殖民者不断对美洲原住民挥动屠刀 也导致原住民的灭绝 一位愤怒的原住民酋长特克摩人就发誓 每20年,尾数为0年份当选的美国总统的人都会死在任期上 那么这个诅咒到底灵不灵验呢? 如果从已知的历史来看还真挺灵的 那下面我们就盘点一下 尾数为0年份当选的美国总统下场到底如何? 最开始就是这个1840年美国第九任总统哈里森 在职期间只有一个月 死因是急性肺炎 这位总统就是当年屠戮美洲原住民 科姆特人部落的美国将军 还真是恶有恶报啊 时隔20年,1860年 林肯也就是那位解放黑奴的总统 也是在任期内被人刺杀 死在剧院的包厢里 再次过了20年 1880年当选的总统加菲尔德 美国第20任总统 在任期内只待了4个月就被刺杀 死在医院里 前几个都挺灵验 但还没玩 接着玩 再过20年 时间来到了1900年 麦金利当选第25届美国总统 同样死在任期上 1920年 沃伦哈定荣登第29任美国总统 依旧死在任期上 死亡原因是中风 1940年 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 这也是大名鼎鼎带领 美国赢得二战的那位 也是唯一一个当选过4任总统的人 不过他在第4个任期 刚开始就死于脑浴血 1960年 肯尼迪当选总统 而他在1963年遇刺被枪击身亡 1980年 里根当选总统 这个家伙还算幸运 他真的没有死在任期上 但也差一点 见了他们的上帝 要不然怎么会说他幸运呢 1981年 他在谢尔顿饭店演讲时 遭到枪击 所幸的是子弹距离心脏 只有一英寸 也正是因为 里根总统活了下来 诅咒就算是被打破了 到2000年 小布什当选总统 根本没有受到这个诅咒的影响 但是他任期内却爆发了 美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恐怖袭击事件 就是大名鼎鼎的911 那年是2001年 小布什刚上任的第一年 而现在的美国大统领 拜老头 就是在2020年当选的 这个诅咒会不会再次生效呢 如果你认为生效 请把生效打在公平上 如此看来 我倒觉得建国同志 还是躲过一劫 从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 拜老头的身体可不容乐观 还没有当多久的大统领 就看到很多新闻说 他身体状态不佳 登专机的时候经常摔倒 甚至斗狗的时候都能斗骨折 状态堪忧啊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人的人均寿命为78岁 其中男性为76岁 而1942年出生的拜老头已经快79岁了 已经超过平均寿命 离归期不远了 还有建国同志在与拜老头竞选总统的时候 曾对拜老头人身攻进 说到即使当选总统 也不过两个月就会死掉 而建国同志以乌鸦嘴著称 虽然大部分扯淡居多 但后续会发生什么 谁都不知道 最后就提前告别吧 别了 约瑟夫拜登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个视频就点赞 关注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